你现在手中的手机是分期买来的吗? 今年的618,你有用免息分期方式买手机的打算吗? 如今选择分期买手机的中国年轻人可能远比你想象的要多 2020年双11期间,购买手机消费者中的65%使用了三期或以上的分期付款 而今年另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有接近70%的90后和00后使用过信用卡分期 其中近30%的90后和近20%的00后将分期付款用在了购买数码电子产品上 远高于其他消费品类,比信用卡渗透率更高的是华北等电子支付平台 根据支付宝公开的信息,中国每10个90后中有4个在用华北消费 早在2017年的618,天猫手机专场开场一个小时时间内 就有接近半数的交易使用了华北分期 有段子说,人生最痛苦的就是iPhone丢了,分期还没还完 而从使用分期的人数乘以这件事的概率,可以肯定这样的段子每天都在真实发生 表面上看,把大几千的手机拆成每个月几百块的分期 还不用付力气,简直就是豪资本家羊毛 但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 有报告显示,分期服务可以为商家带来20%到30%的交易转化率 还有国外类似花卫的服务商曾披露 支持分期付款的商家客单价平均增长60%以上 单个客户的客单价甚至能增长200% 这就无怪乎,现在几乎所有主流品牌都在推广免期分期服务了 而要说用免期分期来提振销量,扩大营收的这套玩法 玩的最明白的还是iPhone 富人低调用华为,穷人分期买苹果 这是前两年流传很广的一句玩笑 价格动辄上万的iPhone一直以来就不是谁都能买得起的 以至于发生过卖肾买iPhone的社会新闻 再后来风靡一时的校园带平台 也主要是用分期购买iPhone来吸引新客户 在中国,iPhone无疑是和分期付款关联最紧密的产品 而在苹果官方推广24期免期分期之前 iPhone在中国正经历一段不小的低谷 2017年的X和2018年的XS提升了iPhone整体售价 其中iPhone XS Max售价更是突破了人民币1万元 顶配差不多购买两台同年发售的华为Mate 20 Pro皇帝版 苹果涨价的另一面是华米欧威为代表的中国手机品牌正在崛起 2018年,华为差点让苹果丢掉全球手机市场第二的位置 2019年,他们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更是翻四番都追不上榜一的华为 在此背景下,苹果亲自下场在官网和直营门店 大力推广iPhone免息24期分期购习 在这之后,2020年,他们在中国市场实现逆袭 并在2021年市场占有率达到15.3%的历史最高点 高增长的背后固然有华为失去高端市场,iPhone 13降价等诸多因素 但分期政策肯定也是功不可没 而且在国外,苹果界分期服务获得的好处更多 比如在美国,苹果正计划把分期免息全部集成在Apple Pay中 这样就可以用苹果自己的分期产品买苹果的电子产品 这生意真是让库克玩明白了 要知道,2020年全美92%的移动支付交易发生在Apple Pay上 而分期服务的加入,无疑将进一步巩固Apple Pay的市场地位 另外我们能看到的是,国内市场除了iPhone 类似华为、三星等旗舰机型售价较高的品牌 都已经推出了官方的免息分期购买方式 说到这儿你可能会问,万一分期买手机的人赖账 那苹果是不是就亏了呢? 人生最痛苦的不是丢iPhone 而是iPhone丢了,分期还没还完 那我要是丢了以后不还分期 苹果是不是就吃亏了? 还真不是,吃亏的是银行或华为 以及你自己,办理手机分期要用信用卡或华为 用户在签订分期协议并拿到手机时 金融公司会先为你垫付手机的全款 所以后面你不还钱了,厂商一毛钱损失也没有 在这个过程中,银行和华为会从手机全款中 扣除一小笔费用作为服务费 需要注意的是,苹果华为这种品牌拥有相当强的号召力 金融机构与他们合作会获得稳定且优质的新客源 所以有时候也会做一些赔本赚吆喝的事情 当然,信用卡或华为也不是慈善家 他们的想法是用手机分期绑定用户 迫使你每月至少在还款时使用和关注他们 这样,用户很可能会用它来进行其他消费 借机从其他地方挣钱 之前校园带帮学生免息买iPhone 打的也是这个主意 总之你要相信,金融机构最擅长的就是算账 就算你不在乎自己的信用记录而去赖账 他们所获得的好处,整体算下来也是要大于手续费的损失 以及潜在的坏账风险的 所以在分期盛行的今天,我们可以低成本地体验昂贵的产品 但也很容易背负上了我们无法承担的债务 消费无疑是件快乐的事 这世上没有花钱的不是 不过我们在享受消费带来的愉悦感的同时 更要对自己的收入情况有清醒的认知 尤其是在当下这个大环境 有钱也有着点花吧 创作实在不易 对科技商业内容感兴趣的朋友 动动手指,关注一下吧